习近平李克强最后过招 习撕破面子点名美国 北京开启朝鲜模式 习近平布下两大杀招 秦刚要与狼共舞 北京各阶层收入大接底 蔡英文与麦卡锡会面地点成迷 台湾并开枪界线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还记得我在上一集里放的 中共总理李克强和他的国务院 旧班底合照的那个录像吗 如今李克强在人大会议上 刚做完政府工作报告 新总理还没正式浮出水面 就已经进入了一种 人走茶凉的窘境了 今天看到网友 转发了一张截屏图片 他在微博转发李克强的那段录像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上面写着 抱歉 因此内容中可能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或微博社区公约的信息 暂时无法被转发 这点是李克强 也就是李克强的视频拒绝被转发 在我看来呢 这个视频之所以会被扣押呀 恐怕是因为李克强在对那八百多同事讲话的时候 说了句意味深长但很不符合共产党员信仰的 人在做天在看 有人就认为说这是李克强在对某人最后喊话呢 我还真不这么看 这倒像是李克强退任前啊 内心一时感慨没搂住而已 因为呢 在李克强这个位置 他完全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也知道自己马上将面对的是什么 看他在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后 与习近平最后的那个握手场景啊 令人感叹 刚刚放的这还是慢镜头的画面啊 面对全国观众啊 两个人最后的握手竟然握得这么敷衍 习近平甚至都不愿意停留一下 就直接转向一边走开了 6号习近平与政协委员开会的时候 就开始对李克强旁敲侧击了 习近平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一些政策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 搞不好就可能是腐败的痛点 他还专门举例了中共的放管服改革 是这么说的 放了以后管跟上没有 服到位了没有 光放不管不行 跟着就要爆雷 放管服是什么呢 就是减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 而这个概念啊 是李克强在2015年提出来的 而且是他强力推行的措施 习近平这种说法 就是把各处爆雷的责任推给了谁呢 在我看来啊 这就是习近平给李克强的 人在做天在看的及时回应了 不过呢 对习近平来说啊 其实李克强已经是属于过去时了 两会还没开完 还需要搞定的事可不少啊 特别是要首先搞定国内定于一尊之后的 长治久安才行 现在看来呢 习近平其实已经布局完成了 这次主要是在刀把子和钱袋子上下功夫 首先呢 当然是亲手握住刀把子 建立自己的东厂组织 通过所谓的机构改革成立新的 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 让这个公安部和国安部双双脱离 原来属于的这个国务院系统 而直接归属习自己 掌管人呢 就交给了现任的公安部长 习近平的亲信王小红的手上 这一招啊 是把以前别在总理腰上的刀 直接握在手里 相当于是整合了公安 户籍 交通 反恐 反间谍 民政部等等的管理功能 类似于普京的联邦内务部 那么这样一把刀 不但使用起来方便啊 更重要的是 这把刀会随时悬在所有中共高官的头上 甚至是埋在高官的枕头下 让所有有异心的人随时感到凉嗖嗖的恐怖啊 当刀靶子握住了 这次掌控钱袋子的这个手法 就更突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感 中共呢 已决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7号的时候 中共国务院更推出了将要新建国家数据局的计划 对外的说法是说要精简人员 其实呢 是整合了原来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和发改委管理的内容 相当于啊 把金融和大数据牢牢的掌控在一起 在专家看来 这种方式进一步将所有的数据 包括了私营公司积累的这些数据 强行化为中共的资产 然后再根据中共的需要进行分配或限制 而对一般民众来说呢 你的所有的个人信息 财务 钱财 物业 消费 甚至日常出行 与人交往的任何数字化的信息 这下中共都了如智掌了 江西的金融学者宋德复认为呢 国家政权的安全和金融的安全呢 都在这些大数据中 你个人账号没转一笔资金 大数据马上就会显示 而且呢 去向也就知道了 大数据是一张天网 实际上管控不可能放松的 他们早就演练过 在疫情期间呢 数字起到的作用呢 大到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智力 在我看来呢 一旦国家数据局和内务委员会 这两个机构联手运作 那么西朝鲜式的统治格局 就已经正式向所有的中国人走来了 这次两会啊 除了把对内管控全面升级外呢 对外的亮点也不少啊 习近平在两会上罕见的 直接批评美国 把造成中国国内危机的原因 甩锅的目的是非常明显 按习近平的一贯做法呢 他通常是会避免在公开讲话中 直接批评美国的 不会直接点名批评其他的国家 但这一次习近平直接点名了美国 他在6号的政协会议上是这么说的 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给我过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用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木兰的话说呢 这是在转移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不过结合最近中国外交口和宣传口 对美国的谴责 接下来估计最大的宣传动作呢 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类熟悉的事情又会回来 还真让他猜对了 作为新任的中共外交部长的秦刚呢 周二在记者会上就开始给习近平打配合了 有意思的是呢 这位原驻美战狼大使呢 为了再次资牙 先得为自己的战狼本色洗洗白 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 美国媒体惊呼 中国战狼来了 现在我回来当外长了 这称号又不给我了 我还真有点若有所失 其实所谓的战狼外交 就是一个话语陷阱 当豺狼当道 恶狼来袭时 中国的外交官 必须与狼共武 秦刚大概是忘了 这个与狼共武这个词 是人家美国人在原眼上玩命 玩出来的名词啊 用人家的词耍帅 无疑是在班门弄斧啊 要是真见着狼的话 你别说与狼共武了 秦外长那是能找到北 就算不错了 更何况呢 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处 就直接自称是一股幽灵 如果秦外长要跳舞的话 也恐怕是与幽灵共武吧 我发现啊 如今啊 想登上高位的中共官员 还真得有点紧跟习总书记的样才行 你看看人家秦刚 习总曾经常带着一个小宝贝 秦外长马上就有样学样了 每次两会都少不了这么一趴 也就是对大陆华人来说最敏感的点 我在聊自己的想法之前呢 先来看看当天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 那我们再次重申 台湾的主权只属于台湾全体2300万人民 只有台湾人民才有权力决定台湾的未来 这是再清楚简单不过的事实 外交部队已经说明非常多次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客观的事实 也是现状 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台湾的主张 都无法改变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 台湾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甚至呢 两边的民众都可能因为一个观点 甚至一个用词啊 就能气得跳起来 我觉得啊 是任何问题啊 如果不能够理智的去思考 都会走入极端和无解 对于大陆的小粉红来说呢 每次中共调起统一的这个议题 你们都热血沸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个根本点啊 中国大陆和现在的台湾是怎么分开的呢 在1949年之前 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问题啊 当时就在一起啊 还不是因为中共要推翻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内战造成了2000多万中国人死伤后 才最后造成了1949年之后 事实上的两岸分离吗 要抓元凶难道不是中共吗 那么这之后 中共开始在大陆一个劲的折腾 从农村到城市 从地主到资本家 再到知识分子 然后文革的时候 折腾了全国所有人 后来折腾不下去了 搞所谓的改革开放 咱们别听中共吹什么 折腾到今天为止 其他咱先不说 就用李克强亲口说的 这个事实来算 现在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 相当于合成美金 就是中国有6亿人的年收入平均不到2000美元 属于吃了上顿找下顿的那种赤贫状态 而去年台湾人的平均年收入是33000美元 一边收入是2000美元 另外一边是3万多美元 而两边都认同了孙中山提写的那句 叫做天下围攻 对吧 认为天下是公众的 那么我开个不是玩笑的玩笑 如果真是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讲 如果要统一 应该谁统一谁呢 其实提到现状 还别说中国什么广大农村地区 就是现在的北京 应该算是最富裕最有工作机会的大城市之一了吧 各个阶层的收入情况恐怕说出来也会让人一惊 去年各行业真实收入是多少啊 我说的就是标准答案 毕竟我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了 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 超市收入园三千 地铁安检三千五 保洁保安三千包吃住 这些全靠年纪点奖金的 餐厅服务园四千 这几种岗位升到领班加五百 升到主管再加五百 租个小档口 炸臭豆腐 铁板烧 坐小车的 每天大几百一千多 快递员 外卖员风吹日晒 早出晚归的每月八千 工厂流水线 十二小时 黑白班颠倒四千 人房前台上衣休衣三千五 出租车 网约车 去掉缝钱 平台抽水 每月剩个五六千 体制内不再编制的五千 公务员科长年薪十二到十五 科长十五到二十 中小企业办公室文员五千 本科以上学历六千 企业文员八千到一万 我从事的地产行业不好说啊 不努力的话 一个月还得到梯 玩命的是十几万 也不在少数 甚至更夸张 北京打工其实很容易 但是安家非常难 说到台湾议题 最近传出的一个 蔡英文要到美国去的消息啊 估计真的会气得 秦外长像狼一样呜起来的 本来曾传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要去台湾访问的 如今这个情况似乎有变了 英国金融时报六号报道说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已经说服了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迈卡锡在加利福尼亚州会面 而不是在台北 据消息人士透露呢 蔡英文是准备在四月份访问中美洲的时候 安排途经美国的加州 到时候呢 她会被邀请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 迈卡锡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和蔡英文会面 那有意思的是呢 迈卡锡的办公室 里根图书馆还有中共大使馆都没有回应媒体的问询 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回复呢 则是说没有信息可以分享 而时事评论员侯宗佑呢 表示说蔡英文这趟访美啊 名义上低调 实际上呢 李子可是全要了 对于外界关注中共是否会借蔡英文见迈卡锡 于是呢 师出有名攻打台湾的这个疑问呢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7号表示说 中共可以找任何的理由攻台 国军是以防卫作战态度面对的 不期望这种事发生 但也不允许中共一再挑衅 邱国正强调呢 只要有敌军进入一定的界限以内呢 国军就会自卫反击 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界限 比如呢 当对方进入24海里的时候呢 这个领海领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最外边的这条线 就是台湾划定的台湾岛的24海里的线 这个时候国军就要做准备了 那么一旦敌军进入了12海里的领海线内 也就是这条线里边的这条线 那么就会开枪正式开打了 观众朋友 您对我上面说的统一的渊源 有什么看法呢 对两岸之未来有何高见呢 请理性留言讨论 好了 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 我们就聊到这了 请支持我们订阅点赞留言啊 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